我们到美国了 还是这个洛杉矶 还是这个地方 这好不容易来了 我看这个工人他也不干活 也不好好上班 估计都是出去玩去了 去露营去了 不干就不干吧 反正我们也乐得轻松 那今天跟大家聊聊 船上挂的这个方便旗 船舶在建造仪式 都需要选择一个注册港 那这个注册港 它所在的国家就是传奇国 我们叫Flag State 你比如说大家看这条船 这个船东是丹麦马斯基的这条船 它是在哥本哈根注册的 那么它的传奇国 就是它的本国丹麦 我们再来看这个 法国达菲的这一条 它是在马赛注册的 传奇国那就是法国了 也是它的本国 可是我们再看这个 MOL这条船 船东明明是日本 可是它的注册港就不是日本了 是哪里呢 马诸罗 这马诸罗啊 它是马绍尔群岛的这一个地方 挂马绍尔旗的这个呢 我们说就属于方便旗了 再比如说我们船 我们船挂的就是巴拿马旗 这也是方便旗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海运 它具有国际性的特点 所以船舶可以自由选择注册港 登记港 那尤其可以选择实施开放登记制度的 这些国家进行船舶的登记注册 就是说一个国家 它可以为非本国的公民或者法人 它的船舶办理登记注册的手续 但是你要挂我的旗子 那这就叫方便旗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对于开放登记的这些国家来说 是有好处的 它可以赚取外汇 你在我这里登记是要付钱的 那白嫖还行 对于船东来说呢 可以获得诸多的便利 因为这个方便旗这个国家 很少对船东的经营进行干涉 这么说吧 这个婆婆还不错吧 没那么多事 不是个事妈 所以说呢 船东比较方便吧 再有呢 就是一般方便旗国啊 它都是小国或者是中立国 很少涉及国际上的摩擦 所以对于这些船舶来说呢 可以来取自由 极少受到国际冲突的压制 所以大家想想看 你在家不受婆婆的气 出去之后呢 咱也不挨欺负 这多好啊 所以这就是方便旗的好处 这个方便旗国 它有三个大的国家 排在第一位的呢 就是巴拿马 然后就是马绍尔群岛 再然后就是利比利亚 它们三个占全世界 船队总吨位的40% 厉害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蒙古 大家都知道 蒙古它可是个内陆国家 并没有海啊 但是这个并不耽误 你到我这里来注册 因为它满足传奇国的条件嘛 所以你就来吧 到我这里来注册哦 欢迎哦 我这婆婆 事儿最少 所以我以前说啊 开游艇 带大家去蒙古旅游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 那咱今天就聊到这了 明天继续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